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声明日之后 于9月30日上映的电影《攀登者》 为了纪念我国成为第一个 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 然后拍摄了此部电影 当年也是完成了历史上第一个 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这一壮举 在1960年那么艰苦的一个时代 也是充分的体验了我国的这种 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 那这个时候也是明日之后 开始跟攀登者进行联动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前往 叫做狼席峰 其实这个活动原本的名字 叫攀登狼席峰 狼席峰就是相当于 这个山最高的那个峰 珠穆朗玛峰不也是山的一部分吗 然后这地方呢 前往方式就非常简单了 大家只需要登记 然后组队前往就可以了 那这地方呢 召集队友之后 就可以直接开始前往狼席峰 然后只需要你俩同时准备 就可以记录这个狼席峰的地图 在狼席峰呢 有这么两点 首先第一出门 不对不是出门 就刚下飞机 你可以看到面前有个响子 拾取这个冰稿 冰稿是这里的必需物品 第二个就是来左侧找亨利 亨利呢 他是一个职业的攀登者 他会跟我们交流一下感情 就是说啊 这个欢迎你来攀登啊 然后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装 这个时装呢 是现实的 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永久时装呢 请到这个商店去购买 其实这个时装还比较好看的啊 就是亨利上传的这一事 就算是登山服 也是完全可以的 这地方呢 也是借此次活动啊 明日之后和攀登者进行联动 然后也是再一次 弘扬了我国这种 奋勇上进 勇不放弃的精神啊 确实 我感觉在1960年 就是那个 还不是特别发达 然后防护措施 还不是特别完善的年代 登顶这个猪目浪法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 也是感觉 我国这个健而棒棒的啊 这个态度的话啊 就不用多数了 那这地方呢 也是找到了两个新的队友 然后我们就开始 盘到这个新的猪目浪 那个狼藉粉了 差点说成猪目浪马粉 这位置呢 大家前期要把这个冰稿 放在这个手里 就是快捷栏啊 因为现在我已经放了 所以说 我也就不再展示了 这地方呢 在每一次 进行一个小关卡 你都可以发现一个木箱 然后木箱里呢 有两个奶油农糖 加一个木头 大家上来就要把这个奶油农糖 喝掉 或者是在你半写 在什么就直接喝掉 然后加速跑到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到前面这个位置呢 大家实际可以看到 我的队友呢 已经开始 两人协作 一个人站在山下 会呈现白色状 然后另一个人 点击你的队友 就可以上去 然后你的队友 在上访 可以放下一个绳子 完成两人 共同的这种攀登 这也是明日之后 在出这个模式的时候 确实是充分考虑到了 一些现实的形状 就是现实的情况 他会以两人协作 以这种团队精神 你才能完成比赛 这里呢 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第一点 大家在这里 使用墙的时候 要千万小心 枪特别容易引起血崩 所以说枪这种物体呢 如果你可以不用 尽量就不要用 那这位置呢 需要飞越这个扇牙 但是我这个位置好像 这个不是特别敏捷 但没有关系 这位置直接飞上去之后 同时按上 然后点击右侧 这个攻击按钮 你就可以顺利的爬上去了 爬上去之后呢 它会有一段时间 这种歇息的延迟 这个位置倒是没有什么 然后我们飞越扇牙之后呢 从小地图上来看 大家又是发现了 这个可以拾取的木箱 再一次打开 还是那些东西 就是两个奶油浓糖 加上一些木头 然后这位置呢 我也是被打残了 但是我这位置应该是 不能浑上来血 然后直接放弃挣扎 也可以了 这位置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游戏 其实如果你用心脏起不起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在这个模式当中 死亡是属于一个 比较正常的现象 因为很多时候出现一些 大家配合那张失误 或者是大家出现一些 没跟上队伍的情况 就会比较难受 这个位置也是 就是继续向前 然后跟上我的队友 但其实我现在 我的队友应该已经 把该放的这个绳索 全都放下来了 所以说我也只需要 就是继续跟着他们 脚步去往前走 就可以了 这位置大家是可以看到了 该随便把这个冰稿 卸掉之后呢 我的移动速度 我开始大幅减落 这个就是 这个模式 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在这里 冰稿可以给你带来的 就是快速的移动速度 因为在雪地里 如果不使用这个冰稿的话 你会移动速度 变得非常慢 然后这位置 我应该是过不去了 我应该是再次被这个击倒了 这个很正常 就是我的队友过去呢 他也是只是帮我 他不可能说 他在前面等我 在这个模式里 大家要充分的利用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的意思就是 你的队友啊 你需要利用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利用别的方式 来吸引这个怪 让你两个队友 快速的完成登顶任务 这样的话 你才会在后续 你只需要慢慢的 跟着他俩的脚步 慢慢往前走就可以了 刚才那个位置呢 我必须得是吸引 去吸引这个怪的注意力啊 因为其实如果不吸引的话 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然后这位置呢 其实这个血崩过来了 然后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在血崩之前 判到这个赛牙上 如果判不到 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了 那这位置呢 就是这个血崩的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 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啊 你会遇到现实中 也会遇到的情况 就是所谓的血崩啊 血崩呢会导致你 就是阻挡你前进的地方 你必须得躲在石头后面 而且是完整的躲在石头后面 就是血到不了的地方 然后你躲在里头 你才能保证自身不掉血 不然的话都会掉血啊 然后血崩的扣血量呢 直接清零 它是没有这种 就是给你打成残血 然后让你继续的 这种可能性的 它是直接将你的血量 全部清零 然后这位置呢 我也是再一次啊 进行这个判到的这个壮举 但是没有办法啊 我必须得回去捡我这个背包 因为我的背包里 有一个奶油农糖 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在这个地方呢 先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你判到狼奇风的一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 你需要在之前准备足够的绷带 因为绷带是混血状 这里的怪大家看到了非常的多 然后有的怪呢 会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位置 需要准备足够多的绷带 第二个 你的食物你可以不带 但是你可以是满状态前进啊 因为在这个地方啊 食物是由地图本身提供给你的 就是这个奶油农糖 它的效果非常好 它可以暂时缓解你的肚伤持续 然后并且会给你加 保护度和健康值 还有你的血量 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所以说这个位置 大家在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大概就是不要嫌浪费药啊 就是不断的去吃这个药就可以了 然后一旦出现这种雪崩就快跑 雪崩 你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 你跑到一个就是雪崩不会触发你的地方 就比如说现在 但是我这个位置 雪崩应该是还能盖到我啊 果然 这雪崩还是盖到我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雪崩就是触发完之后 直接将你的血量清零 但是我的队友啊 在这只雪崩之后呢 应该已经完成登顶了 我只需要跟随他们的脚步啊 继续往上就可以了 果然我的队友已经登顶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位置再减一次这个奶油弄糖就可以了 然后拆开之后啊 把这个奶油弄糖喝掉 然后就跟随我的队友 一起完成这个登顶的任务啊 这位置大家可以看到了 你遇到绳子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点 你直接一直往上走就可以了 这位置之前我也是试过 一直在那点 然后发现不太好用 直接往上走 那这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我的队友 给我放下了一条绳子 然后也是完成了 最后登顶的这么一个任务 也是顺利完成了登顶吧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在进行这个狼击风的任务当中呢 遇到了很多困难 包括食物问题啊 以及这个自然灾害问题啊 这个在游戏里都这样 所以说这些登顶的我国的这个成员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 也是在这里为你们点个赞啊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去贯注 这个9月30号啊 有这个无精张子怡 还有其他明星主演的这个登山视频啊 为了纪念我国是 那个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瓦风的啊 然后拍摄的这个攀登者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确实是可以看一看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我准备让我老大给我报销一下这个票钱 那这位置呢 也是啊 我们已经登顶完回到家中 然后大家再点击屏幕啊 上方有一个攀登狼击风 这有一个大家可以得到的奖励啊 大概有新币技能点啊 还有熟练度啊 这个奖励也是非常不错了 大家只要按时领许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狼击风一天只能攀登三次 所以说大家前一次可以当做试验 第二次第三次 最好是找起你的队友 不然会比较麻烦 那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依然是明日之后 然后给大家带的是这个新的玩法 叫攀登狼击风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看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